哈囉大家好 我是Stella 今天的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很久沒有更新的彩妝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呢要來分享的東西全部放在這裡面了 那我上一個彩妝的影片 好像是10月份吧 就是非常久沒有錄就是 彩妝後的這種系列的影片了 所以我11月12月1月份這三個月呢 我當然也買了非常非常多的彩妝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人喜歡看我分享精品的影片 但我想說不行彩妝這一部分 是我一開始最想要做影片的動力 因為我從開始會化妝之後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愛彩妝的人 所以那我才會想說要錄影片來跟你們分享 先來講一些比較我捕獲的東西好了 這兩支KISS ME的睫毛膏 我之前應該也蠻多影片有介紹過了 就應該在看影片的人都知道這個睫毛膏吧 就非常好用 那在台灣的藥妝店都非常的容易取得 我是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日本多多少少還是有便宜一點點啦 但畢竟這睫毛膏300多塊 價差真的不會到太大 只是那時候有看到所以就把它買回來 KISS ME的睫毛膏我都是買黑色的 我覺得非常好用 既然講到睫毛膏的話 我有另外一支睫毛膏是肌膚之藥的睫毛膏 那這支睫毛膏我在之前某個影片應該有開箱過 就是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這兩個的睫毛膏的價格當然是差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是只有開架預算的話 我覺得KISS ME這支真的非常好用 我相信在看影片的有些人可能不太會去買開架的商品 那如果你是只喜歡買專櫃彩妝的話 我覺得肌膚之藥這支睫毛膏真的很好用 這個的話價差就有點大了 就是日本的價格跟台灣的價格就有點大了 那這款睫毛膏就只有兩個顏色 黑色咖啡色 然後它只有一款 所以你們去肌膚之藥專櫃靠櫃的時候就是買睫毛膏 對 因為這個我還沒有要用 所以我就沒有打開 就是連旁邊的膠膜都還沒有撕開 這兩個呢算是捕獲性的商品 好再來呢 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我覺得最近就是一月份吧 一月份我最喜歡用的一塊氣墊 是這個 Bobbi Brown的氣墊 那這個氣墊呢之前也是在 我某一個彩妝後的影片有跟你們分享 但那時候呢是 我記得這個東西好像是當時唯一 我介紹的可能 二三十樣的彩妝品裡面唯一沒用的 非常好用 它的外包裝是這樣子 我這個的話是舊版的喔 他們新版的好像 我不知道新版的改變了哪裡 但包裝有一點點變成霧面的 很好用給你們看一下裡面 它的包裝就比較一般啦 不會說是很漂亮的氣墊或是怎麼樣 蠻普通的包裝 但是 我很喜歡它裡面這個設計 因為它裡面這個洞洞的設計就是 你要用多少它才會從裡面出來 它不會說上面一整層都髒髒的 這塊氣墊呢我喜歡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它的香味非常的舒服 它的香味是很像 你去SPA那種 小姐幫你塗的精油 不然就是你去那種 就是很高級的味道 它的氣墊是我真的用那麼多塊氣墊 到現在都沒有聞過這種氣墊 它居然是那種 就是精油的味道耶 就是那種會讓身體很舒服啊 泡澡精油啊 等等就是 女生們你們可以想得到的 那種 很 放鬆心情的精油味 這個 氣墊粉餅 它是那個味道 那第二個呢 我喜歡的原因 就剛剛有講過了嘛 我喜歡它就是 這個孔的設計 它出來的 亮啊什麼 沾起來感覺蠻衛生的 這是第二個我喜歡它的原因 第三個呢 就是我覺得它的 持妝度還不錯 這一塊呢 在一月份的時候 大量使用蠻多的 嗯 我覺得 因為一月份 台灣就比較沒有那麼熱 然後 也比較沒有那麼容易脫妝嘛 所以這一塊呢 我在 嗯 算是台灣的冬天來使用的話 持妝度非常的不錯 不太會有脫妝的情形 但是這一塊 我覺得 嗯 氣墊呢 我目前到現在還沒有用過一塊氣墊式 出去之後 你可能鼻子的部分啊 或者是嘴巴附近 就是比較容易脫妝的部分 我覺得 餡粉餅 就是用到目前我都覺得 我還沒有遇到一塊是 嗯 真的持妝度 非常非常厲害的 畢竟它就是 你知道 懶人的救星 所以就 在妝感部分呢 如果當天我選擇用氣墊化了 我就不會給它那麼高的標準 這塊它在貼合肌膚 然後 遮瑕度 我覺得這塊真的很不錯 就是它的妝感我是喜歡的 它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一點點霧面 但它拍完整臉 不會是讓你覺得 喔 臉上好像有浮一層東西 這完全不會 它會很快速的貼合肌膚 而且 我那麼 就是 很驚訝 是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抱持著說 Bobbi Brown他們家的氣墊會好用 因為 他們廣告打得不兇嘛 所以就 沒有很多人在 幫忙他們廣告這個商品 但我覺得 真的好用 我講一下我不喜歡它的唯一一個地方 這樣子 壓 你在壓的時候 你就是 手可能其他地方都要稍微濕力 它才會比較均勻 好 那壓起來是這樣子 沒有很圓但沒有關係 不過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中間裡面 會有一個那個 圓心 因為 它就是有那個孔洞嘛 所以它 拍在你臉上的時候 會變成是有點這樣子 的效果 不知道你們大家懂不懂我意思 就是 它拍上去變得說 嗯 不會是一整片很平均的圓 因為 它中間會有一個那個點 可是我覺得 這就是會變成說 那個點的地方 會需要去把它多拍幾次 可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啦 但就是如果你是 已經很習慣說 你的氣墊壓下去 它就平的話 這一點我覺得 你們可能要考慮一下 因為 它那個孔洞啊 就是 你拍在臉上嘛 你會拍很多下 它就會有一個孔 一孔一個孔 就可能要多拍幾次 以免說那個孔 你沒把它拍完 它會比較容易 殘留在臉上 這三個月以來呢 用到現在 我又開始 最喜歡這塊 因為前陣子 我蠻喜歡GA的那塊氣墊 那最近 我只要出門懶的話 我就是用這塊氣墊 OK 這塊氣墊 講了有點太久 應該有感覺到 我蠻喜歡它 再來的話 也是一塊氣墊 欸 那我們今天就 按照那個 分門別類好了 也是一塊氣墊 是NARS的氣墊 粉餅 那它的包裝呢 是 看得到嗎 就蠻 蠻沾指紋的 裡面的粉撲是附 看到 黑色的粉撲 還蠻簡單的包裝 那它的氣墊 的開口是在用 就是在 這樣子一個斜角 它沒有坐在正對面這樣 裡面打開就這樣 普通就是 蠻普通的氣墊這樣 好 那這塊氣墊 沾起來很容易均勻喔 就是跟 Bobbi Brown那塊 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 它的沾去 哎呦 沒對到膠 看得到嗎 這樣 它的沾取度還蠻均勻的 那 我有一點買錯色 好了 因為這塊是 嗯 我在 我在日本的時候買的 這塊我有一點點 買得太白了 但 這塊就是 當時日本貴姊 就一直 推薦我這色 因為它當時 我是在我脖子上 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那這塊氣墊呢 我沒有很喜歡 就今天開箱順便 來 小小的吐槽 這塊氣墊 我覺得它妝感很 很重吧 因為當時呢 嗯 第一 它 它的味道 第一它沒什麼味道 就還好 包裝我覺得也正常 蠻 蠻 蠻時髦的 就很簡單啦 我覺得簡單的東西 都還蠻好看的 那我不喜歡的原因 第一個是它 狀感很厚 嗯就是 你會很明顯的 就是它會很像 以前的那種 韓系的 嗯氣墊吧 就是你拍上去 會很 感覺到你臉上 拍完會是一個面具 就是如果你的量沒有 拿捏得太好的話 我覺得它狀感很厚 加上它是會 越來越灰的那一種 就我 用了兩次吧 嗯就是 臉用完就是 會有點灰灰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所以 做完氣墊之後 我就 嗯比較 不太會再去打開來用 所以 希望它們之後 如果還有再出的話 可以 稍微的 可能再調整一下 可能就還不錯吧 但這塊 就沒有很推 nice的 我覺得Bobbi Brown的比這個好用 補貨的 補貨的 補貨就是用補了這個 KATE的眉粉 大家應該都已經 聽我講得爛掉 因為 我 就是用這眉粉 打鼻影的 很喜歡 買那個 Excel的眉粉 本來是有想說來 可能看看是不可以取代這個 嗯 KATE的 可是 嗯我發現沒有辦法 因為我KATE都是用 嗯它最下面這格打鼻影嘛 那 Excel的 嗯它的眉粉的話 最下面那格啊 這樣看會不會比較清楚 它最下面那 這格的顏色 是 白色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應該會把它拿來當打亮 那這兩個我目前就比較用不到 因為我頭髮 是黑色的 我的 眉筆的話就會選 灰黑的 那種 tone調 我就不太會用咖啡色 所以這個我當時本來 嗯就看到嘛 因為日本很便宜就買了 想說 來取代KATE 可是 發現它沒有辦法 好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超級愛的一個眉筆 大家可能也聽 聽其他的 嗯 很多人都分享到 爛掉的一支是 Excel的眉筆 如果還不知道 我還是稍微快快的介紹一下 很好用 因為它 它來台灣了嘛 那 它是這樣子 一頭是 眉筆 然後呢 另外一頭是 眉刷 它的這個中間有個地方 這樣子 稍微轉開一下 是眉粉 我覺得它操作上起來 非常的簡單 呃 我買的色號是 PD05 非常非常的滑順 眉筆 因為我之前一直在 很愛很愛的 專櫃的眉筆 是Hourglass的 我也用了 大概兩支到三支了吧 那它價格 跟這個筆就是 超貴 但這個真的 很好用 我覺得 我自從買了這支眉筆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用過其他的眉筆咧 這三個月 非常好用 為什麼它好用 第一就是 它筆非常的滑順 那它的顏色呢 又 我覺得跟我的 嗯 跟我的頭髮 的顏色很 很搭之外 它不會說你一上手就 顏色很重 但它又不會是那種 一上 上去就要上很多層 很多層又不顯色 我覺得它的顯色度就是 做得非常適中 我還很喜歡它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它有 附真的眉刷 又有眉筆嘛 然後 裡面還有一點眉粉 所以我就是 把形整個都描完之後呢 我還會用眉粉 稍微那樣隨便 你就真的隨便掃補一下空洞啊 或什麼的 很好用 然後又很便宜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它們的包裝 我覺得包裝就是 嗯 對開架的包裝就不用期待太高 畢竟這眉筆應該300多塊 它的包裝就是 非常的 很輕 沒有什麼重量 就是唯一不喜歡它的包裝 可是它真的好用 所以 這支呢應該會是我 如果頭髮 髮色都沒有去改的話 應該是 我會一直去囤貨的眉筆 再來還有 最後一個Excel的東西 讓我分享完 嗯 瑪麗盒 Excel的眼影 嗯 我這個的色號 SR01 好用 我之前呢 都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一直很封Excel的東西 就當然便宜嘛 然後又是鎧架 但我覺得它們家的東西真的好用 畢竟很多很便宜的鎧架的東西 還是很難用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這個四個顏色都 非常的實用 刷色起來是這樣子 我自己說美不美 它是開架的眼影欸 超級漂亮 嗯 我覺得有一些 嗯 眼影 就是開架眼影啊 或是專櫃眼影 都好 很多眼影是 刷起來很漂亮 可是 實際上上眼睛是另一件事 真的我買過很多眼影都是這樣 那我覺得它們家的眼影不會 就真的便宜好用 四個顏色的都是有一點微微帶 很細緻 是珠光的 它刷色起來的顯色度 就跟你想要上眼皮的感受度是一樣的 就是 我覺得CP值真的太高 就如果你想要找一個很便宜的開架眼影的話 目前用到現在我覺得我最推它們家的 其他的眼影就是也很便宜啦 可是我覺得開架眼影很多都是刷在手上很好看 可是刷在眼睛上 嗯 我覺得有些就是 顆粒感太重啊 亮片太大 或者是顯色度 我覺得 沒有很好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會 然後還是眼影 嗯 那眼影的話 這盒我覺得 很值得稍微小小的吐槽一下 大家應該 對這牌子也不陌生了吧 因為都有進台灣 addiction 他們家的眼影非常有名嘛 我覺得他們家最有名的明星商品是他們的眼影 買這次之前呢 我就有買過一兩個單色的 其實當時買的 我都是買那種 就是 就是貴姐推薦 就是哪幾個最容易斷貨的嘛 然後他們 很紅的也是那種 非常非常閃遍的眼影 可能兩三年前買的 當時我就覺得好像沒有很好用 但我就不死心 我想說 可能是我顏色選錯了 所以呢 這次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想說好 我不論如何我要來組一盒 然後我就組了一盤像這樣子的 四個眼影 然後這邊是一個腮紅 他們家的眼影就是 不是說顏色不好看 可是他們家的眼影很不顯色 就是 我刷一下好了 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有點刷混在一起耶 他們家的眼影 嗯 怎麼講 不能說不顯色 還是有人 就是如果是addiction他們家的fans的話 如果我是不是 哪裡有感受錯誤 你們可以留言跟我講 但是我就是不喜歡他們家的眼影 我覺得 他們家的眼影用起來就是 很淡很淡 就是 我不知道 就顏色很不飽和吧 就是雖然刷在手上是 這樣子好像蠻顯色的喔 可是他刷在眼睛上就 不是這回事啊 我覺得 我不知道哪裡出的問題 所以 就怎麼講 買了就有點後悔吧 畢竟 其實這樣組一起加盤也沒有很便宜 但我就 嗯 用了一次之後想說 顏色有一點 很不顯色就沒有很喜歡 但那時候買了這盤 日本超好的 他們還送了一個這個 嗯 限定版的盒子 可能就是想說送一個盒子 你可以再組一個彩妝盤 殊值我就 沒有再去 沒有再去組了 因為 就沒有很喜歡 但這還蠻 這邊也有addiction的字樣 就是一個空的 它裡面就長這樣子 空的 空的 盒子 空的盒子這樣 你可以自由的拼妝 然後上面有個鏡子 這盒子還蠻漂亮的啦 我覺得盒子 盒子我很喜歡 但裡面的眼影 眼影質地就還好 但腮紅還ok 他們粉狀腮紅還ok 再來呢 很發瘋了 也是addition他們家的東西 買了 三個這個 大家知道嗎 益狀腮紅 非常吃心瘋 買了三罐 目前呢 我就只用了 這罐9號 我買了一個9號 買了9號 6號跟12號 當時就是 非常非常想要擁有 這個益狀腮紅 就是想到不行這樣 那我覺得還蠻多色都 刷起來還蠻好看的 所以 就一次買了兩罐 我最想要買的是9號嘛 就是Pony介紹的9號色 然後每個專櫃有缺貨 日本專櫃就缺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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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顏色不缺 就9號色沒貨 最後呢 我在機場 免稅店 居然還有addition 然後這顏色沒缺貨 立馬把它買回來 好 我來試色給你們看 這個益狀腮紅呢 我只用9號嘛 因為我用了之後 我就沒有什麼再用過下一次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 我覺得益狀腮紅很適合皮膚非常好的女神 就是沒有什麼痘痘或者是遮瑕或者是 就如果你有一點小雀斑或者是小痘疤 當天在臉頰的部分的話 你用益狀腮紅就真的非常容易把你整個妝都 你知道 搞到壞掉 所以我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們買粉狀腮紅 因為益狀腮紅 我覺得它用起來蠻高難度的 那打開就是 像指甲油這樣子 有看到齁 9號 好 我弄9號 給你們看 這罐 這罐就是Pony Pony推到不要不要的 它真的很漂亮欸這顏色 是那種玫瑰紫色的感覺 很好推勻 其實很好推勻 可是你如果你打完底妝之後 你又在臉上這樣推 或者是你這樣輕拍 你把它這樣拍開 你看顏色其實很 顏色其實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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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快看不到 這塊還蠻自然的 那另一個 另一個6號 6號就還蠻 唉呦 唉呦 6號還蠻紅的 這樣子 6號 6號比較 再 正玫瑰桃紅一點 我這樣拍好了 這也是 其實 液狀腮紅的量啊 不用太多 一點點就好 我只是想說 因為要示範在手上 所以我會用比較明顯 這樣子 它是比較顯色的這種 感覺 我這樣弄起來好像很醜 不管啊 反正就是要給你們看顏色 好不好 因為我如果拍太少 你們看不清楚顏色啊 好 然後再來呢 有一罐 我覺得這罐應該會蠻漂亮的啦 因為這罐是他們 好像為一還為二 是有帶 珠光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漂亮的 然後是橘色的 蜜桃橘的 這樣子 然後它是有珠光感的 不知道鏡頭可不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你看如果我拍這樣 少少的你們根本看不到 珠光感了 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有點橘色 我清淨好明顯喔 就是有點 橘色珠光感的 反正 anyways 我這個 液狀腮紅沒有很推薦給 你只是化妝新手 那你想要玩的話 我覺得你買了這會 有點小失望 因為我覺得它操作起來 不是那麼方便 加上說 我覺得它 不像一般的粉狀腮紅吧 你就乖乖的拿它的腮紅刷 刷一刷 是不是其實界線感不會太重 可是液狀腮紅就是你拍 你都會覺得說好像 有點區塊感吧 就是我自己使用的感受是這樣 加上我可能 就可能有些成年痘疤或幹嘛的 我覺得液狀腮紅很容易把我遮瑕的部分 就會把它推開 但顏色漂亮 必須說 EDITION他們家的液狀腮紅顏色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想入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買一罐 但不用像我這樣 買到三罐 好 再來呢 有兩個也算是 如果你們有 看我影片很久的話 應該知道我一直想去補貨的 就是 LADURE的腮紅 自己內心在尖叫 好 就終於買到LADURE的腮紅了 因為 之前舊的已經用了N塊 然後 已經用到就是已經沒有顏色了 那這序終於有看到 不過他們換包裝了 有一點難過 因為 他的包裝變成是 就是打開是一個刷子嘛 然後上面變成一個這樣子 透明的蓋子 我之前就是一直用這個顏色 我會把色號打出來 非常非常推薦這個 我真的至少用了十塊這個顏色以上了 超愛 那我臉上今天的腮紅 欸好像沒有很紅 反正也是用這一塊 所以我就是只要 不知道要用什麼顏色的腮紅的話 我就會選這一塊 然後 味道有一點點 味道 味道有一點點香香 我很喜歡 然後呢買了另一個 好像是 他們之前的一個限量版 外面是藍色的 因為他們的常態版的 腮紅是剛剛白色的那個包裝 藍色 它裡面刷子也是藍色的 還蠻可愛的 裡面就是 橘色 這個是102號 我覺得他們家的腮紅呢 因為他們家的腮紅顏色非常非常多 所以 在這邊我就沒有 特別推薦說 你一定要買哪個顏色 因為畢竟每個人喜歡 顏色不一樣 但我最喜歡的是05號 就 如果你想要找一塊 專櫃腮紅 怕彩雷的話 去買 LADURE就對了 我心中 No.1 到現在 沒有一個人的 沒有一個人 沒有任何一個專櫃腮紅 可以超越 LADURE腮紅 在我心中的地位 好 那我還買了另一個這樣 超級小 非常非常非常tiny的一個腮紅 這個呢 你看它裡面長這樣 它是紙 外面是紙包裝 包裝感覺有一點點脆弱 打開 裡面也是有他們這個 赤女的浮雕印 它算是一個 攜帶式的腮紅吧 就那麼小 那你出門補妝 如果你今天的包包真的帶超級小 放不下一塊腮紅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拿小小這樣沾 然後這樣補妝 就 反正他們家只要腮紅類 我就很喜歡 那這次去看到 我看到這個我覺得 蠻可愛的 之後如果出門補妝 真的沒有位子的話 我就會帶這個 出門 好用 他們家的腮紅 非常非常推薦 好囉 好像差不多囉 因為 這三個月來我買了很多彩妝啊 那 就是要用在臉上的 畢竟還是很有限 所以 我今天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是我有用過的 那 呃 另外兩個也是 也是補貨 挑一下肌膚之藥的 呃 粉凝霜跟 呃 粉底 防曬粉底吧 呃 肌膚之藥的產品呢 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之後想要做一個 呃 肌膚之藥的 專門的影片 因為 我還蠻喜歡他們家的東西吧 底妝產品也好 應該是最喜歡他們家的底妝產品 所以之後呢 我會再詳細的 介紹一下我 是買他們家的什麼東西 敬請期待 最後呢 大家是不是覺得少了什麼 口紅嘛 怎麼可能沒有買口紅對不對 好 我一隻一隻來介紹 呃 第一隻呢 是 應該是大家 知道 前陣子廣告 打很兇的 GA的 新出的 水潤型的唇膏 管身 真的好美 包裝真的很漂亮 G&HK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比以前的 細一點點 又瘦又長一點 我買的色號是201 之前我在我的IG有 發文介紹過一下這樣 呃 我覺得它是 橘紅棕色 有人這樣形容嗎 橘紅棕色 呃 先講包裝 包裝很漂亮 它的這個地方是 磁扣的 我覺得很喜歡 呃 很喜歡他們包裝 但是呢 呃 我覺得 水潤型口紅 應該是今年 好像 大勢回歸 是這樣用嗎 所有的彩色品牌 又在推出 呃 水潤型的唇膏 我覺得它這一款 水潤效果 真的很不錯 很滋潤 但是唯一不喜歡 就是他們的顯色度 我覺得沒有做得很好 那支如果你要疊擦很多次 它才可以達到 呃 如果像我是比較習慣 呃 口紅顏色擦比較深的話 這個我覺得 呃 它的持久度比較不ok 就是我會要一直一直補它 不過因為它顏色漂亮的份上 我就會覺得還好 其實我有買另一支 眼 另一個色號是五 不知道五零幾 因為那支 我是買比較粉紅色的 那支我送我結了 我就自己都還沒用 我就先送它 所以我自己 只留了一支201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這個 所以我想說留一個顏色我就夠了 好第二支呢 我很喜歡 是 Dior他們家新出的 護唇膏 呃 不能說是新出 是他們出了好幾個顏色 五個顏色 還有七個顏色 那這包裝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他們家的 算是經典款的一個包裝 打開 我買的是霧面 就是他們家粉紅色這種 護唇膏 之前是只有一兩個顏色吧 那他們出了很多新的顏色 那他們出了很多新的顏色 我呢選了一個霧面的 超級漂亮 超級喔 我只能說他們真的 顏色做的超級漂亮 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102號 而且它是霧面的護唇膏 好啊 聽起來就是 聽起來我覺得很有噱頭吧 畢竟 護唇膏就是一定要水潤啊 怎麼會有霧面 所以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個 很滋潤型的護唇膏 那我跟你講 你不要買霧面的 你可能可以買他們一般質地的 但如果 像我就是 如果今天妝很淡啊 就是 隨便用氣墊拍啊 沒有什麼眼妝 那我又想要擦護唇型的 呃 唇彩的話 我現在就會 go for 這一個欸 因為我覺得 這顏色擦起來真的很 很少女 很少女的那種顏色 很喜歡 但 我必須說它的滋潤效果 不怎麼樣 但 顏色我很喜歡 所以我就覺得我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是想要找 很滋潤型的 有顏色的護唇膏唇彩的話 這一支千萬不要去找 因為 它後續的那些掉皮線上 好像會蠻嚴重 但因為我嘴唇 比較不是那種 會流血啊 起皮的 所以我覺得這支用起來 對我來講 它的滋潤度算還OK 畢竟它是霧面的 所以它擦起來 其實 你在一上到你手上 你光在手上試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不是這麼的 好去上 跟剛剛GA那個差非常多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實在是很美 所以我就很愛這一支 好不好 所以你們還是自己去斟酌香劑嘴巴的狀況 102 好再來第三支是肌膚之藥的唇蜜 也是新品 因為我只要有新品 我就會想要去買 不管它好不好用 就是好用不好用的跟你們分享 這樣子 唇蜜 很妙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買唇蜜 5號 好香喔 但我就覺得包裝很美 必須買 5號這樣子 是有一點點 橘 橘 鮭魚粉 鮭魚橘 鮭魚橘 我會說它是橘色 我不會說它是粉色 就唇蜜啦 唇蜜就沒有什麼 嗯 優 優或不優這樣 但就是包裝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肌膚之藥的狂粉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櫃上買一次他們家的唇蜜 因為 這包裝 真的很美 好不好 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支產品 是KVOND的唇彩 大家實在非常非常不陌生的 Double Dare 而我呢 是 前陣子才拿到的 它就是標準的超霧面唇彩 顏色這樣子 顏色很重欸 這顏色 我覺得 算是那種很重的裸 怎麼形容啊 很重的 很重的 豆沙色嗎 那它管子很細 包裝我覺得還 還算漂亮啦 它就是應該不用多做介紹吧 KVOND的 Double Dare 非常缺貨的一個顏色 然後 我在之前Sappara sale的時候買到的 喜歡 就是如果你是 想要很持妝啊 嘴巴 你不太喜歡補色 然後你又是熱愛霧面的口紅的話 就是去買KVOND的吧 我覺得 他們的用起來比 我自己覺得它比 Smashbox的 那個胖胖瓶的那個霧面的用起來 還要再好一點 我比較喜歡KVOND的 今天呢一直吃螺絲 因為 我很久沒有錄 影片了 那每次的影片就要一直說 OK我很久沒有錄影片 因為我錄影片 最近呢 的產值 因為過年前就比較忙嘛 所以 產量就非常低 希望呢 就是在看我影片的你們 如果 不要只喜歡看我晶片 不管就如果你們也很喜歡看我彩妝 部分的話可以留言給我鼓勵 希望你們喜歡這樣子就是 開箱彩妝 然後跟你們分享說 我覺得這東西好用或不好用 沒有惡意吐槽 產品的意思 因為 我都沒有拿這些廠商的錢 就是只是單純用我自己 很直觀的 想法跟你們說 喔這個東西我用起來好用 那你如果覺得 你們也覺得摸了好用可以去買 那如果 跟你們分享說 喔我覺得不好用 那說不定 很適合你們 那就互相的分享一下 對於彩妝的喜歡跟不喜歡 所以如果 你們也是跟我一樣 超級彩妝控的話 一定要留言跟我講 然後幫我影片按喜歡 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可以 在 這邊嗎 就是在我名稱旁邊 按一下訂閱 順便把鈴鐺打開之後 就不會錯過我新影片的提醒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